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 纵观世界历史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龄翻影 到航海时代的批驳斩浪 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私通八达 交通推动经济融通 人文交流 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了 交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从一段铁路开始说起 这里是位于中南半岛的老窝 多年来 境内只有3.5公里的一段铁路 受交通影响 老窝社会发展曾受到严重制约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2015年 中老两国领导人做出 共建中老铁路重大决策 从勘察设计 扫雷排爆 到不断优化环保设计方案 历时6年 一条全长1000多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陀经43个站点的中老铁路 全线开通 实现了老铁路锁国 便陆连国的梦想 总监 报告许主席 中老铁路 守法女客列车 乘三次 全部完毙 请此次 发车 封铁铁路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生活 专家的肯定有飙麦 专家要救消费 专家的肯定在出口 我们要去训练 我们要去训练 在我们的发展 我们要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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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去年底 中老铁路问老挝间接增加就业稿位 超十万个 累计培训老挝级学员 一千余名 交通星则百叶星 不止在老挝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铁路项目 出现在一带一路伙伴国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亮丽名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